起人忧天 春秋的时候,起国有一个人 他天天担心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 到时候自己就没有地方住了 一想到这儿,他就常常忧虑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他的一个朋友知道他忧虑的原因后 便去向他解释说 天是由气体聚集而成的 任何地方都有气体 你的一躯一身和每一次呼吸都要接触到气体 我们每个人成天都在气体中活动 所以气体怎么可能会塌下来呢 起人对朋友的话半信半疑 问道 如果天真的是一团气体 那太阳、月亮还有星星不是要掉下来吗 他的朋友说道 太阳、月亮和星星也不过是一团发光的气体 即使掉下来 即使掉下来也不会打伤人 启人还是不放心 又问道 那地会不会陷下去呢 他的朋友回答说 地是由土块堆积起来的 我们周围每一个地方都有土块 你成天在地上活动、休息 地怎么会陷下去呢 启人听了朋友的话 很受启发 心里头才觉得轻松起来 小朋友们 这个故事里的启人 整天担心着一些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很可笑 后来 人们把不必担忧的事情 却老放在心上的情况 叫做启人忧天